16号下午4点半左右 一名秋姓的妇人骑着机车要回家 行经解案箱中央录时 仪式为了闪避轿车 没注意到油罐车在她的旁边 直接遭到追撞 造成全身多处骨折伤势很严重 紧销到场后赶快把她给送医急救 目前人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没有脱离险境 而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灰色轿车缓缓往后倒退 准备开向车道 后方一辆机车仪式想要闪避 没注意到油罐车已经在后头 当场就被追撞 画面相当惊人 目击民众发现吓得赶紧报案 机车骑士全身多处挫伤 因为撞击力道很大 机车几乎碎成一团 救护车赶到现场 紧急把人送医治疗 而这起意外车祸发生在16号校 大约4点半左右 一名秋姓富人骑车行经 吉安中央路回家途中 路边一辆轿车要倒车出来 富人一是为了闪避 骑到了快车道之后 却没有注意到后方有一台有贯车 直接遭到追撞 当场倒地不起 两车发生差强后 机车又撞击到另一部 由无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 该起事故 富人多处骨折重伤 送医救治 富人经抽血之后 检验没有喝酒的反应 有关车与自小客车驾驶 均未受伤 酒车值同样为零 目前骑士人还在家户病房 观察当中没有脱离险境 而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谢谢徐立琴 既然想报导